大家好,我最近把蠔油魷魚放了上Facebook 很多Facebook的朋友都問我拿食譜 我就跟他們說,食譜就不好了,不如這樣吧 我拍一條片跟大家分享吧 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讓我現在去片看吧 好了,大家看到了,這裡就在燒機裡有水柚、牛柏葉和陳皮魚蛋 首先我們要把水柚切花,然後要把牛柏葉切成一件件 在卷曲這裡,不要在外面或在卷曲裡面 就開始打斜,輕輕地切下去,不要切斷它 這個最主要就是用來切花,為什麼呢? 當土柚或者魷魚的特性就是,當你一如熱的時候它就會卷曲的 所以如果你切了花,出來教就會漂亮很多的了 記得逢是煮菜,就要給點耐性,好像對女生一樣 你想一下,你拍拖的時候,是不是對女生特別耐性呢? 不過我知道的,很多男士結婚之後似乎這個耐性就沒那麼大了 不過不行的,我現在這樣做都是為了女生 但是那個女生就是我的女生 所以呢,要有些耐性 好了,接著把它切一件件 記得不要切太細件 因為太細件一煮的時候它縮起來,你就會看到很細塊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這樣到這些了 這些呢,魷魚酥也一樣 切的時候呢,不要太細塊 你大概是三條酥左右 這樣就一集,三條酥左右 因為一煮也是會縮的 所以千萬不要把它切斷,或者切到細細塊 它這麼大條的,兩條都可以的 不過我呢,我就喜歡大件的三條 好了,那接著牛柏葉呢,也都是了 這樣把它一開完 那同樣呢,好像所有一樣,不要細細塊 一定不要細細塊 因為呢,如果細細塊的話呢,又是了 一縮起來,人不見的 碎濕濕的就不要了 如果這些呢,你怕太大塊的,你都還可以一開二 因為我們切的時候它是粗的,不是一絲絲的油 這個也是,又可以再一開二 companions兒 particular メリ Яr 1 веp 材料呢呢,就有水油 這些呢呢,就是已經切好了 那個,另外還有一支韃戀 白蘿蔔,陳皮魚蛋,薑片和紅蔥頭 首先把白蘿蔔炆軟 要蘿蔔好吃的秘訣是在水裡加幾粒冰糖 或者加一些片糖 因為之前我做年糕買了很多漂亮的片糖 所以這次我就加片糖 水滾了之後就可以把蘿蔔放進去 為何要放一些糖 因為蘿蔔在煮的時候吸收了糖的甜份 所以吃起來蘿蔔真的特別甜 尤其是我們現在在街上吃一些清湯腩和蘿蔔 其實蘿蔔都是用糖水去煮 現在水滾了,我就把蘿蔔放進去 用糖水去煮 最主要就是把蘿蔔炆軟 先炆軟 好了,我們可以蓋蓋 大概炆10-20分鐘 蘿蔔炆了大概15分鐘之後已經是差不多了 你看到水都少了 但蘿蔔水不要放進去 為何呢?放進去 一會兒當我們煮這個蠔油油煮的時候 可能都可以用得著 蘿蔔炆好了 現在要調校醬汁 蘿蔔的水在這裡 另外這裡有兩湯匙的醋候醬 另外還有一個甜醬油 裡面其實就是有糖、生抽 生抽大概是兩湯匙 而這個糖就是一茶匙 還有老抽也加了兩湯匙 另外還有一些生粉水 這裡順帶要提一下 我這個生粉水其實是用了澳洲的薯粉 薯粉和蠔粟粉有什麼分別呢? 用用玻璞蜆就比較好 但如真的說的薯粉 當我們煮這個蠔油這有什麼分別呢? 當這把葱おおum 後有完結個水 可以敲一下 倒進ór花葉裡 過後不容易生抽 但 但是鷹粟粉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又也讲一次 这个甜柿油其实因应每个人的喜好咸甜 而有所不同 为什么我要留下炆萝卜的水呢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有甜味的 也有萝卜味 所以稍后我就不用加糖 我只加这个水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正式煮我们这个蚝油鱿鱿 首先就拿来煎盘 放些油 放些姜下去 爆香一下 我们先就爆了些姜 先爆些姜片 姜片释放了些香味之后 我们就将一些 红葱头也放下去 爆一下它 不需要大火的 可以小小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要爆那个猪猴酱 现在呢 就将猪猴酱爆香一下 先 穿秋气扇 那就不用搞一个整屋都一层香味 现在呢 现在呢 那个猪猴酱爆到很香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蘸一点酒 让它更加香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呢 开大火 就将些 水油啊 牛泊叶 就倒下来煮了 鱼蛋呢 鱼蛋呢 就不需要这么快放入很香 我现在呢 是先爆香了些 水油和牛泊叶 先放入甜酥油汁 加入甜酥油汁 每次倒入,先放入半酥油汁 麵糊 接著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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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10分鐘 煮了10分钟 大致上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把鸡肉搅拌 放入鸡肉 把鸡肉搅拌至半碗的鸡肉汁 把鸡肉搅拌均匀 把鸡肉搅拌均匀 现在看到鸡肉汁还未够 它还未稍稠 虽然加入鸡肉汁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入鸡肉汁 放入鸡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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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汁水差不多 让鸡肉干一点 如果鸡肉挂在鸡肉汁 煮多5分钟后 把鸡肉搅拌均匀 放入鸡肉汁 鸡肉汁 放入鸡肉汁 混合鸡肉汁 然后转均匀 搅拌均匀 把鸡肉汁放入鸡肉汁 然后拌均匀 剛剛煮好了都不太好吃 放在這裡,省一會兒,半小時後就會更好吃 好了,這道蠔油魷魚就已經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可以加辣椒油 不如自己加辣椒油下去,不太好吃 好像我老婆一樣,她喜歡吃辣 我都提議她自己加辣椒油下去